今日简史一书中写道 各种痛苦最深层的来源 就在于自己的心智 痛苦并非外部世界的客观情形 而是自己心智产生的心理反应 有一种人 他们和颜悦色 做事不急不缓 好像遇到什么事情 都能游刃有余地解决 还有一些人 常常怨天尤人 言语不善 遇到一点 事情就如灵大敌 自乱阵脚 究其原因 不过是二者对事情的处理方式 有所不同 人不开心的根本原因 往往是因为智慧不够 当你能够举重若轻地处理问题 很多事情便会迎刃而解 想得太多 心有所累 自寻烦恼 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关于烦恼的实验 实验者把自己未来七天内 所有的烦恼都写下来 投入烦恼箱中 三周后打开 发现九成烦恼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又过了三周再次打开 发现绝大多数烦恼已经不复存在了 数据统计结果显示 通常情况下 人们所担忧的烦恼 40%是属于过去的 50%是属于未来的 只有10%是属于现在的 其中92%的烦恼 纯属子虚乌有 剩下的8%也不足为率 可见 人生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烦恼这东西 原本就是假想得多 出现得少 常言道 有心者有所累 无心者无所谓 人生一部分的不开心 源于想得太多 知乎上有一位网友 就曾因为想太多 而备受困扰 在群里 说话没人回应 他就会陷入尴尬 纠结别人 是不是对自己有看法 朋友没有秒回消息 他就会反思 是不是什么时候 得罪了朋友 发了朋友圈 没人点赞 他就会反复检查 是不是自己的照片不好看 文案有什么问题 评论了朋友的动态 没有收到回复 他就会怀疑 朋友根本没拿他当回事 原本热闹的办公室 在他走进来时突然安静 他觉得一定是大家在说 他的闲话 就连别人无意中一句 呵呵 哦 他都感觉对方在针对自己 生活中 很多人会无限放大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坠坠不安 甚至引发情绪上的轩然大波 其实想的太多 只是自寻烦恼而已 不妨做个大智慧的无心者 凡是不要过多思虑 放宽心 才能活得轻松自在 说得太快 口无遮拦 言多必失 有句话说 你的嘴 就是你的风水 口无遮拦的人 往往脑子跟不上嘴 经常说话太快 不小心就得罪了人 《红楼梦》第二十二回中 在薛宝钗的生日宴会上 有个叫林冠的小戏子 不仅才艺极佳 长得还颇像林黛玉 本就爱打去人的凤姐 便拉着她对众人问道 这孩子伴上 活像一个人 你们再看不出来 在场众人都知道是像黛玉 但大家都笑而不语 偏就使湘芸心直口快 倒像林妹妹的模样 惹得黛玉非常不高兴 立刻就起身 做到了另一边 有时候 你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不仅容易冷了场面 扫了大家的兴致 还容易伤了别人的自尊心 瑟儿原本是一 红怨外怨的一个粗食丫鬟 偶然一次机会被宝玉看中 便提拔了上来 但她不仅不珍惜机会 好好做事 还经常信口开河 不懂收敛 因她跟宝玉是同一天生日 便与人炫耀说 同一天生日的是夫妻 她这一句戏言 让宝玉之母王夫人大为光火 不仅把她叫过去当面骂了一顿 还把她赶出了大官员 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人年纪越大 话越少 一个高赞回答说 因为吃够了说错话的亏 可见 多少是非都是由说错话引发的 多少麻烦都是由随性而言招来的 孔子曾经说过 修集以清心为要 涉事以慎言为先 与人相处时 一定要三思而厚言 说得太快 言多必失 后悔的是自己 与其图一时之快 不如做个大智慧的慎言者 守住嘴才能避免祸从口出 算得太精 只看眼前 断了后路 微博有个讨论 你身边有没有爱算计的人 一位网友就此问题 讲了一段他前同事的事迹 工作分组时 这位同事总是最后一个加入 挑最轻松的活干 同事们一起出去吃饭打车 他从来不付车费 给大家订外卖 他自己领了优惠券 却收其他人全款 部门聚餐 如果是 他永远找理由不去 如果是有人请客 他第一个举手参加 他给女朋友买假名牌 却放在正品包装里当礼物 还沾沾自喜地在办公室炫耀 能麻烦朋友做的事情 他绝不自己做 但当朋友找他帮忙时 他却跟对方谈条件 时间长了 同事之间虽然表面不说什么 但私下 大家都躲着和防备着他 有好的机会也轮不到他 不久 他就离职了 后来听说他女朋友 也跟他分手了 生活中 总是不乏这样的人 他们处处算计着别人 并生怕被人占到自己一丝便宜 最后 往往是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 把眼前的利益 算得太轻 看似得到不少好处 实际上却失了人心 断了后路 吃了大亏 左宗堂曾说 做人精明不如后道 精于算计 最终会自毁前程 不妨做个后道之人 做人做事坦诚相待 才能走得更远 三毛说 快乐的源泉来自每个人的内心 如果你心中不快乐 别人是无法使你摆脱困境的 当一个人的智慧不够 就容易生出无数的烦恼 想太多 容易身心俱疲 说太多 容易惹来是非 算计太多 容易伤人伤己 真正厉害的人 既有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的豁达 也有一缩烟雨 任平生的洒脱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觉被所有人抛弃 生活这么拼命努力 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 这世上除了我 只有千万个你 羽林那些让我